2019年的時候呢,我在校園登台的博覽會上偶然看見了台尼綠人的logo 那我才知道原來台尼有在做再生能源 因為我本身是念地質科學的 畢業時覺得做再生能源也是一個蠻好的方向 所以我想要踏入這個方向看看 而最後我選擇台尼呢,主要是因為這是一間大公司 而且它又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可以從開發到營運的這個實物的經驗 我對台灣的再生能源有信心 因為台灣在太平洋的火環帶上 所以除了風電跟光電之外 地熱潛力是絕對不會少的 我以前對台尼的印象一直停留在水泥 然而進入台尼工作之後才發現 原來我們一直有在做永續環境經營的事 絕對我們真的是一個取自於自然、用自於自然的公司 我最近看了一部日劇叫做《夏丁火箭》 那裡面有提到說一份工作就像是有兩層樓的房子 那第一層樓呢,就是讓你用來養家活口的 而第二層樓呢,則是用來實現夢想的 而我覺得一份好的工作呢,就應該要有夢想 它才可以走得長遠 那現在我在台尼綠人呢,就是一份有夢想的工作 我是台尼綠人林坤宜 每個人只有一個國籍,地球 加入台尼,和我一起